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经人物以色列的先祖雅各是非比寻常的 大致地说 亚伯拉罕受神的呼召 以嫂是应许之子受神的赐福 雅各则是神所拣选的人 以嫂和妻子伊利百家生了一对双胞胎 哥哥以嫂是猎人 弟弟雅各是住在帐篷的人 父亲偏爱哥哥以嫂 母亲则偏爱弟弟雅各 雅各还在他母亲肚子等离的时候 就跟他的哥哥相争 争先恐后地想抓住哥哥的脚跟出生 哥哥出生时身体发红 浑身有毛 如同穿了一件皮 弟弟雅各的身体却是光滑的 为人却是内心狡猾的 弟弟向雅各哥哥交易 雅各是生意人 很会交易 长子名分是神所赐的 本属于哥哥所有 但他要争取 一家只有一个长子的名分 他要设法交易夺得 因此他看重神的恩赐与福分 有一天 哥哥以嫂从田野回来 看到雅各在熬汤 就说我累得要命 请你把这碗红豆汤给我喝 雅各诚心做个交易 就说那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换 以嫂说我现在渴得要是 管他什么长子名分 雅各逮住机会 叫他发誓 以嫂毫不在乎就发誓 把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 换得了区区的一碗红豆汤和几个饼 吃饱喝足站起来就走了 一嫂宁可满足一时的口福之欲 这是因为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他的轻看令人何等惋惜 汉字交易的义和神吃的赤都有个义字的元素 我们应该警惕 神吃的是恩典 是无价的高贵 是白白的得来 不轻易 不容轻视 另外红豆汤的汤 是与交易的义 这两字形式 更强化我们对雅各圣经故事过目不忘 为了长子名分 扮成雅各以嫂 以嫂连老师 想在史前吃辣味 然后就要给长子祝福 母亲一百家听见 就想出一个计划 趁哥哥去打猎 叫弟弟雅各装扮成 长子的名分的哥哥以嫂 蒙骗老眼昏化的父亲 雅各就端着妈妈煮好的菜 穿上哥哥以嫂最好的衣服 又用三羊羔的皮毛包住手和脖子 装扮成多毛的以嫂 来到父亲面前 圣经里面的模仿秀又上演了 以嫂摸雅各就说 声音是雅各 手却是以嫂 以嫂不宜有他 就把长子民的祝福给了出去 之后以嫂听见以嫂打猎回来的声音 才知道被骗了 激动的发抖 告诉以嫂说 弟弟雅各用诡据夺入了他的福分 以嫂要报复雅各 雅各怕被杀 就逃往哈兰 投奔舅舅拉班 半路上太阳下山 他就找到一个石头睡觉 梦见梯子上有神的使者在爬来爬去 梦中耶和华站在梯子上 答应赐给亚各徒弟和子孙 并确保他安全与蒙福 汉字梯从木地生 本意就是木接 地的地 影射地 有依次排比的赤地的意味 应用在这个故事里 就是弟弟雅各颠覆兄弟的赤地排序 逃向母亲的梁家 梦见天梯 然后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 也必吃出我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善于交涉 交易的雅各 连向神许愿祷告 都充满了交换的条件 雅各的妻妾相交 争宠 雅各的家是二妻二妾 雅各爱拉杰过于里亚 厚此薄彼 造成妻妾交相争宠 一共生了十二个儿子 后来就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 拉杰生约瑟之后 雅各对舅舅拉班告辞 打算带着妻儿和财产回老家 拉班未留他说 请你订出你的工钱 让我留你 雅各说 钱我不要 只有一个条件 你若答应 我就仍旧留下 帮你募你的羊群 今天我就要走遍你的羊群 把绵羊中凡有点的 有斑的 有黑色的 还有山羊中凡有点斑的 有条纹的 都挑出来 将来这一群的牲口归我 作为我的工钱 拉班说 好啊 我愿意 雅各用忧生的技巧 显狡猾的本性 瘦弱生不出半点的羊 就归舅舅拉班 肥壮的都生出半点的条纹 就归雅各 这样雅各就从雅各那里 生出许多财产 畜牧发达 连带被增加了许多的仆贝 骆驼 驴子和家业 越来越旺 那般父子 对雅各的狡猾和不满意 雅各就告辞返乡回去了 返乡的路上 雅各又犯狡猾的本性 唯恐以撒尔怒气为逍遥杀他 因此他将自己安放在行武最后 行武最后的最后 以便逃得比较快 雅各与天使摔跤求得祝福 雅各一行人返乡的途中 曾在约旦河的支流的伯雅渡口过夜 神的使者出来和雅各搏斗了 一夜到天亮 神的使者看自己打不赢 就趁摔跤的当儿就把雅各的大腿 我摸了一把 雅各大腿就咧了 那时使者说 天亮了让我走吧 雅各不识交易的本事 说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让你走 那使者就叫他改名为以色列 因为他跟天使或人角力 都能率众得胜 希伯来文以色列名字的意思 包含和神角战胜的 管理如神的 神的太子天子 与神一同治理 这日成了以色列的主民与国民 雅各获胜神祝福他 因为雅各想尽办法 努力的得到长子民分 表示他渴望蒙神祝福 与得决心与毅力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神给他以色列之名 他就率先成为 神选民的长兄 汉字交 上面是个大 大就是人 下面是两脚交叉的形状 本一座交径 就是两条径骨相交的意思 雅各与天使摔跤 成为以色列族的佼佼者 率先成为 选民 汉字交 从人字部 交生 本意为美好 争取 争讨神的喜爱 与神相交 是最美好的灵修 汉字圣经 交易 交换 狡猾 交配 摔跤 与脚脚 都构成 雅各一生的故事 交的延伸致词 使雅各的圣经故事 环环相扣 这不令认识汉字的我们 对汉字隐藏圣经故事 哲哲成奇 并交相传颂吗 感谢你的收看 愿上帝赐福 以你和你的全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